来咱们把保险给烧断 这款电比以前给大家推荐过 再给大家推荐个新款的 这个性价比更高 功能比这个还要多 咱们看一下 这里边还有个两节电池 这是一节电池的 这个两节电池 拿出来装上电池 正极朝这边啊 这样 这个牌子是绿林 绿林的螺丝刀相比很多朋友都用过吧 就是那个厂家 它有两种颜色啊 红黄和绿黑 我这个就是红黄 这款呢 有两个发光耳机管 前面一个 这也叫手电筒吧 后边这个更亮啊 在不开机的状态下 按这个中间 按一下 点亮后边这个手电筒 这个亮度是比较亮的啊 比较亮 再按 它就灭了 前面呢 需要开机 长按这个键开机 然后呢 短按一下 看前面这个会亮 前面这个没有后边这个亮啊 后边可以叫做一个小手电 亮度确实比较亮 然后再 转按 前面就灭了 长按就是关机 假如没有任何操作或没有感受到任何信号的时候 三分钟后 它也会自动关机 测量一下零火线 首先测零线 哎 它会响 并且 屏幕是绿色 显示U 测火线 响声就不一样了 响声更激素 然后显示HI 屏幕变成红色 想知道电压的话 就按中间这个电压按键 按下去 它显示的是火线对地的电压 因为我脚踩在地上嘛 然后你松开 它会保持这个电压 以前我也用过别的电比啊 它没有这个保持功能 哎 这个有保持功能就很方便啊 这写的是双回路检测 我要问服务人员 双回路检测是什么意思 他还给我回答不清楚啊 他说总之是测量更精准啊 后边这个通断 他可以测通断啊 比如说这个导线 一头手要摸着这边导线 另一头呢 扎到这里头 然后按这个 这种状态就是通的 包括这个保险 看 一头拿着这边 另一头张到这里 你看 这就是通的 来 咱们把保险给烧断 睡间就烧了 看一下慢镜头回放 然后断的保险 你看 看到吗 它都不响了 其实测这种 不透明的保险 就是更方便一些啊 因为透明的 你这眼就可以看清楚啊 你看 这就是通的 这个测量范围 12V到400V 我这款呢 是12V到300V 这款呢 相当于这款的升级款吧 这个是一节电池 这是两节电池 多了加强的手电筒功能 更重要的是 价格更便宜了 我这顶不让他们下来的 içer rough的水过来的水过来的水过去的水过来的水过去楼下边的水过来的水上 墨还有剩下的水过来的水过去的水过去的水过来的水上